当时是不打麻药 一点一点点 嘎完一米之后 我还先喝了口酒 抽了支烟 因为它不能一刀 只值得一刀滑下来 滑这一刀的时候 它是把手术刀的刀壩砌掉 握着那个手术刀片 只能一点一点地滑 因为我事前反复教的 划一厘米 零点半厘米到一厘米成 它觉得不够一厘米成 它又重新慢慢地嘎了一遍 我平常生活都是最怂的人 我是天生喜欢安静的 我说作品做那么强 可能就是说 我感触的 我节制的东西太黑暗 导致我去呈现它的时候 我用一种非常写实的手法去呈现它 我做过七件水泥的作品 最早是一言明天 国营体制改革 多少人可能家里面都是很艰难的 因为多少人走了那条节路呢 我当时只是想 因为年轻人气盛 我只注意到别的人 别人没有走那条的 中国人都说好使不如来活着 水泥一幕之后 它的强度是很高的 如果你把一个肉身融在水泥里面 你会承担极高的复活 它可能和我想表述一些 比较强硬的东西 有一种一致性吧 很多时候 很多人和事都是很平静的 是吧 就是说环境会改变一切 时事和条件 外部的条件 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包括人事生活 这是一个功力至上 切发诚信的时代 然后人其实是失真的状态 这个事情被我截止了 我必须去呈现它 其实这个作品 必须是有担当的 各个环节都全力以赴 我去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很谨慎 我手机我都很少用 用两辆吊车 把空心的水泥吊吊到 离乌鲁木齐一百多公里的地方 然后作品其实几秒钟就结束了 很多行为艺术家 他们做的其实就是表演 我尽量变起这个表演的因素 尽量降低它 实施作品之前 我会把它们比如说11点半 集中起来 跟他们交代时有的细节 摄影师的细节 我的作品它都有一个厚度在里面 我对那种强度和厚度特别痴迷 我觉得你必须在乎你自己的事情 如果你自己都不在乎 谁在乎你啊 谁知道你扭两下 跟澡堂里边的戳背有什么差别 有些人跟我说 你画画的挺好的 你只要愿意画画的 画很好的前途 是吧 很好的前途 我说不画 这有一阵不画了 我后来是有一年 我租这个工作室 没钱碰到一个很好的贵人 他说阿昌 你做个掌画几张画吧 我不画 你把十万美金刮 搁在我面前画不画 我说画画画画 穷嘛是吧 人穷自短 你是一个很暴躁的人 你可以用这种接近石修的方法 让你变得善良一些 更善良一点 你也太粗笔了 你也太装逼了 太设计 太文艺了 你应该安普归正一点 应该粗糙一点 你看个臭老爷们似的 我很长时间都认为 艺术比我的命还重要 我想从我年轻的时候 就那么认为的吧 我年轻的时候都认为 艺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最美好的 是吧 它可以给时代带来光温 它可以改变一些东西 我家里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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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认为 我家里的旅行